10月15日是林志颖48岁生日 这天林志颖本人在个人社交平台 分享了一张一家五口的全家福 这也是他出货后首次PO出自己的正脸照 备受外界关注 林志颖还发文写道 谢谢我的家人陪我一起度过生日 今年出道也刚好30周年 当中不管经历过什么 我还是喜欢带给大家快乐 文末 林志颖写下了自己的生日愿望 不要担心我 大家都要健康快乐 真的有被小智的文字给整破房啊 晒出的全家福利 林志颖和爱妻陈若姨站在一块 她正在低头切生日蛋糕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令人十分动容 一旁的陈若姨则一边鼓掌 一边笑容灿烂 看得出来老公的逐渐康复 她真的是感恩又开心 Kimi和双猫胎弟弟背影出镜 三小只齐齐看着爸爸切蛋糕 画面好有爱 一家五口久违同框 幸福威信度加倍了有没有 将照片放大看 不难发现 现在的林志颖比之前要销售不少 整个脸蛋都凹陷下去了 令人十分心疼 而小只之前在采访时 曾透露过自己的近况 当时她呈和大儿子Kimi一样重 如今看来 她真的是要比之前瘦好多 希望小只能够好好养身体 早日恢复到曾经的巅峰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林志颖瘦了好多 但她的脸蛋和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 依旧帅气如初 由此可见 之前所传小只毁容的传闻都是假的 完全看不出异样 而且就这么看 小只哪里像是年近50岁的样子 说是三十出头也一点不夸张 画面中的林志颖面容比起出货前 看上去要销瘦不少 脸都瘦了一圈 整个脸如今看上去棱角分明 颧骨十分明显 没有了之前的柔美 多了一些刚硬 因为脸销瘦之后 脸颊肉都下去了 本来瓜子脸现在变成了长脸 而且林志颖的脸色看上去并不好 蜡黄暗淡没有之前的光彩 脸上还胡子拉叉 眼带下拉很明显 看着还十分的憔悴 也难怪有些网友没认出来 不过好在如今露面 也说明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相信再休养一段时间 肯定能更好地恢复过来 自爆车祸和伤情细节 这次露面林志颖接受采访时 自己还爆出了一些车祸的细节 和自己的伤情细节 林志颖表示到 当时车子在驾驶时 突然失控撞向了隔离带 自己就是脑子一片空白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当时开车的时候 他是寄了安全带的 因为特斯拉的车有设置 司机不寄安全带 会一直发出嘀嘀的警报声 如果真如林志颖所说 那林志颖就不存在 非安全驾驶的情况 那是不是表示车祸的原因 其实跟车子自身有很大关系呢 林志颖还表示 在车祸发生后 那些说他3D面部重塑 鼻胃管进食等等一些传闻 流言满天飞 他也十分无奈 据透露林志颖车祸只是导致右手骨折 颅内出血 右侧气血胸等等一些伤势 因此做过两次手术 而脸部只是因为车祸有一些鱼青 大片黑青退去之后 局部有缝针而已 但是并没有毁容的情况 这次车祸 林志颖除了十分感谢他的救命恩人 还很感谢他的妻子 陈若仪的悉心照亮 并感叹道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经历了生死一线的难关 让林志颖也是十分庆幸自己还能活着 这次林志颖的露面 让不少网友可以放心了 祝福林志颖能早日痊愈 早日回归 当然在这也再次提醒大家 驾驶车辆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小心 安全驾驶 在路上更是要忌讳 怒怒等情况 安安全全出行 高高兴兴回家 其实十四日晚 陈若仪就曾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 发布动态 为老公庆生 当时他晒出了林志颖 生日现场的微信照片 虽然只有生日背景墙上的 生日快乐字幕 但浓浓的温情 还是令人十分感动 如今又看到小智 亲自发布和家人的大合照 秀幸福 更是触动满满 林志颖在回家养身体后 便渐渐开启了营业模式 她时不时地 就会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分享近况 就在生日这天 林志颖也接受了采访 讲述了车祸的详细经过 和目前的情况 林志颖透露 自己在出院后 吃了很多保健品滋补 还会通过运动来锻炼肌肉 通过三个月的休养 体重已经长到了56公斤 因为吃太好 有点长胖了 另外 林志颖还表示 这段时间 她会去银行和发廊 这让路人都觉得很惊讶 看新闻都以为 她的伤势很严重 没想到她完全不用坐轮椅 自己就可以走了 林志颖回想起 车祸发生的时候 表示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并称当时系了安全带 不然车子会一直叫 林志颖在车祸后 醒来的第一时间 就是先看手脚在不在 又摸了摸脸 头还在 自己还活着 林志颖表示 今年的生日愿望 就是平安 活着最重要 而且还感谢妻子陈若宜 这段时间对她的照顾 早在10月14日晚上 林志颖的妻子陈若宜 晒出了为林志颖 举办生日宴的现场照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这次生日宴布置得非常简单 场地像是在花园 但是依然能看出 陈若宜非常用心地布置 由于林志颖的英文名是Drami 生日宴现场则用气球 拼出了 接Happy Birthday 不仅如此 还有一个瘦子 透露出满满的爱意 今年还是林志颖 出道30周年的日子 而林志颖的粉丝们 也特意录制了视频 来为她庆生 这是林志颖遭遇 重大车祸后首次亮相 她没有毁容 依然非常帅气 一点也不像48岁的人 最多只有28岁 粉丝可以放心了 但是林志颖右手点蜡烛的时候 左手在扶着右手 是不是表示 她的右手还没有完全恢复呢 还使不上力 林志颖在车祸后 造成了手部骨折 医生在她手臂上端 放入了钛合筋进行固定 俗话说 伤筋动骨100天 林志颖遭遇这么严重的车祸 或许需要好几年才能恢复 虽然林志颖外表很年轻 但毕竟是48岁的身体 恢复起来会很慢 即使林志颖完全康复了 平时开车可能没问题 但她之前是职业塞车手 对方向盘的控制要求极为严格 反应能力 速度 所以林志颖有可能 以后开不了赛车了 因为出演电影 赛车电影速度与激情 而闻名全球的保罗奥克 最终死于车祸 所以林志颖不开赛车也挺好的 还是生命最重要 非著名渔平人吴清公指出 只要林志颖没有毁容 她就还可以继续在娱乐圈生存 即使脸上有疤痕 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比如胡歌 林志颖反而可以因为这次车祸 受邀参加许多综艺节目 有了很多谈资 也算是因祸得福 林志颖在经历了意外后 一定会更加珍惜和家人们 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祝福林志颖早日完全康复 多多盈盈 例如之前大儿子生日宴时 她会准时上线 发文为其庆祝 中秋节的时候 小志也开心发文 祝大家节日快乐 看得出来 现在的她虽然还没有恢复到 曾经的巅峰状态 但整个人的状态都相当好 早前林志颖曾大方透露过 自己的恢复情况 当时她直言 体重和大儿子Kimi一样重 而右手则比较没有力气 连梳子和吹风机都拿不起来 此次晒出的全家福里 小志切蛋糕的时候 她的右手似乎还是缺少一点力气 左手直接握着右手使力 莫名好心疼 希望林志颖能够继续保持好心态 好好养身体 早日恢复如猪 最后也再次祝林志颖生日快乐 永远快乐 身体健健康康 一家五口幸福久久 祝福他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